郭北市区这处饮水严重 为了解赛安抽水栋 到底是不是发肥公量 包括管理所地方 立委长官老建国 广义丸丹水凶 丁丁林文彬 以及对他们代表兄弟 都在关心 你们政府的务灵 政府的意义补行 就像八成 因为有党就这么杂的 哪有力 这很无力 你们也是执迷不误说 你们要认同专业 所以一定要从下面打出去 问题是打不出去啊 你招也放在这里 过来 我们时间抽水栋 没做的时候 我们只靠三台抽水 全体完全没在饮水 民队这些 管理所在处长林明川 在抽水栋来 向大家来干部睡眠 副管理所也表示 这家的方法 从中央到下游 这年大水龙 不是一个抽水栋 有得来完全消费 哪有材料去存在 本地要有12亿6千万 白水的公民 哪有可能 所以我会让白水系统 我根本来还缺12亿 我从白年的老草 你看中间都被冲毁了 可见 昨天的话 昨天的输拉台风来说 对丁油流来才有水 来到我们这里 会有这个地方来说 你看水量是座到这样的程度 所管理所表示 为了要抵抵改国荷卫水 有三大重点 就是让白水系统完全正在 荷水的荷水道 以及污水的荷水道 全民来完成建筑 目前才6千万给我 就是去做水安投资材料 我们投资要12亿 还有12亿 污水下水道云建筑已经合下来 有17亿 但是用地取得的问题的话 在湖北政工所这边一直都还没有办法解决 再来就是雨水下水道 总共需要经费是4亿多 要解决荷卫营水的问题 将需要中央缩杂役的建筑 由台湾政府的努力 以及立委来协助地方政府政筑 记者 凡王冯插方报道